有人喜欢玩魔物猎人吗?今年这款狩猎动作游戏迎来15周年啦! 除了推出纪念影片,举办庆祝活动,官方还与日本知名表厂SEIKO合作,推出三款限量联名系列表款。 10月25日就开始发售Lakio的,Apple与SEIKO联名推出的15周年纪念手表一共有三种款式。 都是以游戏中经典的魔物为主题。 蓝绿色的手表是刚刚回归魔物猎人世界的雷狼龙主题,红色手表的主题是魔物猎人系列的金字招牌熊火龙,黑色的则是魔物猎人世界的招牌魔物灭镜龙。 这三款手表非常精致,表带是皮革质的,搭配不锈钢表壳,看起来很有质感。 手表采用太阳能动能,还有防水功能,非常实用。 手表的设计也很用心,特别参照游戏中的元素。 比如游戏里一场任务的时间通常为50分钟。 手表附显示指针50分的地方就有红线标记。 雷狼龙手表,这款手表的时刻与指针都增加了亮色涂层。 黑暗中能够发出蓝色的光,就像雷狼龙充电时身上发出的阵阵雷电。 风底上有魔物涂腾,包装盒也格外精致。 熊火龙手表,红色加黑色的表盘压迫感十足。 紫表盘里还有龙琴图腾,风底上完美复刻了熊火龙古老图腾。 不管是买来带还是收藏都很好。 聂静龙手表,在游戏中,聂静龙身上能够不断长出荆棘尖刺。 这款手表也凸显了这一特色。 通过颜色的深浅来呼应不同的尖刺。 乳白色的纷针,黑色的表带,看起来非常奢华。